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先看几个例子 首先 假设成品书局在报纸 杂志 书籍上面的贩售额数字如下 在1月份的时候 报纸有8个单位 杂志有20个单位 书籍有64个单位 在2月份的时候 报纸有9个单位 杂志有31个单位 书籍有68个单位 则 我们可以把这6个数字写成 8 20 64 这样一个直行代表是1月份的数据 9 3 1 6 8 代表是2月份的数据 然后在左右两边写出一个中括号的符号的形式 那这代表的意思 我们就让它等于一个a 这一个变数 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第一个直行代表的是1月份的数据 第二个直行代表的是2月份的数据 第一个横列代表的是报纸的数据 第二个横列代表的是杂志的数据 第三个横列代表的是书籍的数据 除此之外 我们可以把这些数据写成8 20 64 9 3 1 6 8 然后在两边分别把它写成中括号的符号的形式 然后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第一个横列代表的是1月份的数据 第二个横列代表的是2月份的数据 然后这里的第一个直行代表的是报纸 第二个直行代表的是杂志 第三个直行代表的是书籍这个数据 那我们可以把它另称叫做B 所以从这里看得出来 A这个矩阵是一个3乘以2的矩阵 B是一个2乘以3的矩阵 也就是用这种方式表示这六个数据 好 如果我们有1月份 2月份 3月份 4月份 5月份 6月份的数据 那总共这边有6个月份 每个月份有三种类型的数据 好 所以我们可以写出下面这个 3乘以6或者是6乘以3的矩阵 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第一种形式 每一个直行代表1月份 2月份 3月份 4月份 5月份 6月份 第一个横列代表的是报纸 第二个横列代表的是杂志 第三个横列代表的是书籍 另外一种表示的形式的 第一个横列代表是1月份再来2月份再来3月份再来4月份 5月份再来6月份 然后第一个直行代表的是报纸 再来是杂志 再来是书籍 这三类的数据 所以很清楚我们可以用这种3乘以6或6乘以3的矩阵 来代表这18个有相关性的一个数据 再来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 这是我们常见的假设有12个学生 每个学生有5颗的成绩 那我们最常看到是像这样12个学生 然后有5颗的成绩 这边有12个学生 每个学生有5颗成绩 那这种表格是我们最常见到的一个形式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表格写成一个矩阵的表示的形式 好 我们可以把这个写成一个12乘以5的这样一个矩阵 那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 每一个横列代表是学 每一个学生 然后每一个执行 代表是每一个科目 这样一个12乘以5的一个矩阵表示的形式 再看一个例子 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台北到新北的距离 比如说12公里 台北到基隆的距离23公里 台北到宜蘭的距离56公里 新北到基隆的距离38公里 新北到宜蘭的距离70公里 基隆到宜蘭的距离63公里 这四个城市之间相互的一个距离的关系 那当然从地图上大概可以表示成台北到新北 台北到基隆 台北到宜蘭 然后再来新北到基隆 新北到宜蘭 以及基隆到宜蘭 为了表示这四个城市之间相对应的距离关系 我们先在左边写出台北 新北 基隆 宜蘭 然后再上面写台北 新北 基隆 宜蘭 好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把 台北到台北的距离是0 台北到新北的距离是12 台北到基隆的距离是23 台北到宜蘭的距离是56 然后新北到新北的距离是0 新北到基隆是38 新北到宜蘭是70 基隆到基隆距离是0 基隆到宜蘭是63 最后宜蘭到宜蘭距离是0 好 剩下的 新北到台北等于台北到新北 所以是12 基隆到台北等于台北到基隆 所以是23 基隆到新北等于新北到基隆 所以是38 宜蘭到台北等于台北到宜蘭 所以是56 宜蘭到新北等于新北到宜蘭 所以是70 宜蘭到基隆等于基隆到宜蘭 所以是63 最后我们在左右两边加上一个中括号的符号 那这就是一个4乘以4的矩阵 所以用这个4个 横列 乘上4个直行 这种4乘4的矩阵来代表 这4个城市之间 相互的一个距离的关系 好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假设订阅中国时报的读者在下一个年度会继续订阅或改定其他报纸的比例为 继续订阅70% 改定联合报18% 改定自由时报4% 改定苹果时报8% 订阅联合报的读者的数据为继续订阅64% 改成中时20% 改成自由10% 改成苹果6% 订阅自由时报的读者 继续订阅68% 改成中时9% 改成联合12% 改成苹果11% 订阅苹果时报的读者 继续订阅76% 改成中时7% 改成联合7% 改成自由10% 好 我们把这个数据整理一下 则我们可以发现 这四个报纸继续订阅或改定成其他报纸的数据 可以由 这四行来表示 那为了用矩阵的方式来表示 首先 我们现在 左边写出 中时联合自由 苹果 在上面写出 中时联合自由 苹果 那这分别代表两 两之间的一个关系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数据填上去 中对中代表中国时报继续订阅中国时报 所以是0.70 70%就是0.70的意思 中时变联合 0.18 中时变自由 0.04 中时变苹果 0.08 联合变中时 0.20 联合变联合 就是继续订阅的意思 0.64 联合变自由 0.10 联合变苹果 0.06 自由变 中时 0.09 自由变联合 0.12 自由继续订阅 0.68 自由变苹果 0.11 苹果变中时 0.07 苹果变联合 0.07 苹果变自由 0.10 苹果继续订阅 0.76 好 写完之后我们继续在他 左边跟右边写上一个中括号 那我们就看得出来这是一个 4个横列 4个直行 这种4乘4的一个矩阵 那我们做这个4乘4的矩阵来代表这4个报纸之间读者的一个流通的一个 比例关系 最后我们可以把它整理一个矩阵 它就是一个方形的一个数字的一个阵列 那这个矩阵的大小 我们会用 m乘以n 的形式来说明 m的意思就代表是m个恒列 1 2 3 4 5 6 7 8 到m 所以这边有m个恒列 n个直行 就是会有 12 3 4 5 6 到n个直行 然后 第i 这个就是第i个恒列 第 这个 直行 这个数字 那我们会用这种ij的方式来代表这个矩阵里面的一个元素 那我们会用这种ij的方式来代表这个矩阵里面的一个元素 那我们会用这种方式来给你们的一个元素 现在 但是 我们可以用这个位置